自称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的美国 两年来竟然变相驱逐了 近百名中国驻美记者 我们都知道 按照全世界通用的法律 只要记者没有违法 就有正常采访和客观报道新闻的权利 但美国绝非如此 美国自称民主 自由的国度 对外宣称美国法律保护言论自由 新闻自由 一直攻击中国破坏新闻自由 当他们认为有些新闻 对自己的不利的时候 就会采取多种手段收拾记者 甚至包括美国自己的记者 尤其讽刺的是 当中国记者如实报道美国 正面宣传中国时 竟然被美国列为黑名单 虽然不敢抓捕 但却采取多种手段 便向驱逐中国记者 一种手段是刁难与限制 比如把中国在美国的新闻机构 列为外国使团 外国使团就是外国政府 或者民间组织 派来访问的外交代表团 只能获得短期签证 另一种手段是将记者停留期 从一年一律削减为90天 满期后必须重新办理签证 还要缴纳高额费用也就算了 问题是美国有关部门故意拒签 这就是一种变相的驱逐方式 仅在去年3月份 中国在美记者就有60名 被美国变相驱逐 而中国派驻美国工作多年的新华社记者 和人民网记者2月份就被迫停止工作 已经在5月1日被美国变相驱逐回到中国 美国政府收拾记者的招数很多 手段多样化 甚至采取暴力袭击和直接拘捕的手段 对付那些报道美国负面新闻的记者 2020年美国至少有117名记者 在报道全美抗议活动中被拘押或逮捕 美国新闻自由水平在国际上的排名 也与其长期标榜的自由不相匹配 美国不是在全世界声称 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典范国家吗 美国所谓的普世价值观 不是以所谓民主、人权、自由为标志吗 为什么如此对待记者呢 一方面 美国的新闻管理是典型的双标 对中国进行无中生有捏造谣言 外去真相的记者和媒体 美国可是大大鼓励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5月11日指出 美国刚出台的2011战略竞争法案中 提出今年要拿出3亿美元 用于传播抹黑中国的负面信息 足见美国是多么的卧挫 竟然会由政府出面 组织媒体造谣抹黑别的国家 由此看来 美国才是典型的流氓国家 另一方面 美国一直标榜自己是民主国家 发达国家的典范 但这个虚假的事实正在被揭穿 美国在全世界的自我塑造的虚假的正面形象 正在急速崩塌 因为美国种族主义非常严重 有色人种的人权 在美国受到严重践踏 恰恰是一个最不民主 最不尊重人权的国家 而美国的新冠疫情世界最严重 按照美国国家疾控中心估算 美国实际的新冠肺炎感染总数达到1亿人以上 这是美国政府严重独职的表现 美国害怕他越来越糟糕的现实状况 被记者报道之后出现形象崩塌 失去过去那种号召力 所以美国警察才逮捕了 多达117名报道美国疫情的记者 第三个方面 美国害怕其形象被中国超越 无论是中国记者报道中美新闻 还是美国自己的记者 报道中国的正面消息 都会遭到美国政府的打压 所以近百名中国驻美记者 才会被变相驱逐 美国的新闻自由完全就是欺识谎言 事实上 美国的这一握撮举动毫无意义 美国的形象早就开始崩塌了 这种适得其反的愚蠢举动 只会导致美国所谓的正面形象 加速崩美国这个国家 声称是民主与自由的灯塔国 世界上最讲言论自由的国家 然而 所谓的言论自由 只是对少数利益集团的言论自由 对于他仇视的人甚至国家 那是不能给你发声的自由的 比如中国 比如中国记者 2021年5月1日 新华社受到无情打压 记者们被迫离开美国回国了 自此在美国 又少了一家中国人的发声平台 外交部发言人 新华社和人民网驻美国记者 去年11月初提交的签证延期申请 尚未获批 他们自2月初起就被迫停止工作 其中新华社记者已被迫于5月1日回国 美国人的打压很巧妙 不是直接赶你走 美国采用的办法 是所有中国驻美记者签证停留期 不得超过90天 也就是说 必须三个月办一次签证延期 每次办一回延期 还要交490美元的签证费 这样 主动权就完全掌握在美国人的手里 想签就给你签 三个月挣你490美元 如果感到心情不爽 那就不给你签 拒签的结果 就是你得随时准备搬家离开美国 不能滞留 否则就是违反了美国的法律 要被逮捕法办了 这样的规定是不是很流氓 更流氓的是 当中国采取一点反制措施时 美国就大呼小叫 声称中国对他们实施打击 拒绝对美国记者发放工作签证 没有言论自由 更离谱的是 美国通过2021年战略竞争法案 提出每年要花费3亿美元 用于传播抹黑中国的负面信息 花钱寻找 甚至制造中国的负面信息 是美国的一大发明 这让人想起 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的经典语录 我们撒谎 我们欺骗 我们偷窃 我们还有一门课程专门来做这些 这才是美国不断探索进取的荣耀 把撒谎 欺骗 偷窃 说得这么大意凛然 也就美国这个超级霸权强国做得出来 未在舆论战线完胜中国 美国反其道而行之 寄出具有美国特色的大杀器 利用舆论霸权公开撒谎 欺骗 偷窃 让中国的舆论声音在美国闭嘴 只有这样 才能在美国乃至世界舆论中 树立美国的高大形象 这就像两人吵架 我的声音110分贝 严重刺激你的大脑 而你的嘴巴却被交代强行贴了封条 最后的结果看谁赢 美国的逻辑是 谎言说一千遍也是真理 中国不是三人成虎吗 现在美国由三人变成一千个人 同时指路为马 看看结果会是什么 打不赢你 就炒赢你 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德国人在伪设美国艺术中 说得很清楚 美国虽然对中国不仁 但中国却没有对美国不义 美国对中国记者签证停留期限 只有三个月 前美延期一次要收取490美元的签证费 未免太小家子气了 这样的事也没忘了赚中国人的钱 中国对美国什么态度呢 中国虽也对美国采取了一些反制措施 但这些措施的力度可以说是仁慈的 只是敲打一下而已 至今在签证问题上 近500名外国记者 在华记者证有效期绝大多数为一年 看看俄罗斯对外国驱逐俄外交人员的反制 那是针尖对卖忙 你赶走我一个 我要驱逐你两个加倍偿还的 如今 中美两国进入全面的竞争阶段 舆论战已然开打 但舆论上的交锋 应允许双方摆事实 讲道理 实话实说 用证据说话 这才是公平公正的 难道让新华社的记者 在美国发出一点声音 美国就会失败了吗 这也太玻璃心了吧 这也太不堪一击了吧 我讲你博 你讲我博 充足的辩论 才能让美国的民众了解事实真相 试图让中方闭嘴 只听美国自言自语的过躁 是永远不能服众的 所谓的言论自由 应当允许有不同的声音出现 应当有反对的声音出现 这不就是美国的优良传统吗 新华社不过就几个记者 耍逼杆子五文诺末而已 美国究竟怕什么呢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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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